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既然可以說自己 天然狗狗捷運 昨天來到了客家文化園區 所以剛剛妳唱的是 客家話的歌曲嗎 對 這首剛剛是由客語來寫的 我剛剛只聽了那種 狗狗捷運 其他可以大概翻譯一下 主要就是大概跟 用一些平常大家會用到的 生活用語 像是大家好 吃飽了沒 開口後撕爆 還有你要去哪裡 有嗎 去哪邊 客語很好 沒有 我真的覺得 我對客家族群非常地好奇 因為這個族群 他們就是非常刻苦耐勞 而且非常團結 而且他們的美食 客家小少也超好吃 殭屍大腸 所以查理你對客家人的印象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深刻的 有 那就是他們很 節儉 勤儉持家 對 為了向他們的客家精神致敬 我才準備我的節儉三寶 你還在節儉三寶來 當然 最近花太多錢都吃土了 一定要好好來學習一下節儉 好 那你的節儉三寶 一寶 自用水煮 對 出去了的時候 為了吃環保 不要再買飲料了 沒錯 可以省錢 第二 電話 這… 我不要再滑手機了 不要再講LINE 而且這個電話 直接不打 直接不打 就可以省錢 電話費也直接省下來了 對 當然 最後 錢包 零錢包 我剛剛在路上就撿到兩塊 就是可以賺錢的意思 不是 就是今天我就只能用這些錢 不要再刷卡了 我這樣就 這個月就不用吃土了 直接省下來 今天就是用這個嗎 對 今天就這個 我這樣有符合客家精神嗎 應該還會有更專業的 真的嗎 我們就直接進去到 客家文化館裡面 跟他們學習… 好 沒問題 走吧 GoGo捷運 出發 走 在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保存了從古至今的客家回憶 跟著我們的腳步 來一趟客家之旅吧 承信人問一下散山國王 請問我今年會不會脫單呢 如果會請給我一個信徽吧 一起來動手搖元霄 來自高雄六噸的芋頭 超厲害 好吃的秘訣 本集不藏私告訴你 就讓你均勻的光顏 對 這個怒我們這樣默契就出來了 有… 為了吃大家都會和諧 來吃最正統的客家料理 就要來這裡 是什麼美食 讓舒嬅直呼流口水 又是什麼樣的料理 讓查理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 Oh my God 又跳舞了 又跳起來 跳起來了 沒有 真假 又開始了 再快 真碗 超好吃的 真碗飯要被吃完了 真碗飯要被吃完了 就像是一個客家知識的寶庫 不管是習俗 服裝 美食 語言 還是藝術 都能來掌知識 你不知道的大台北景點 都在GoGo捷運 我們現在來到市客家文化館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背景 查理你知道這個是什麼 天啊 我知道客家人 真的 你看 廟都看起來很像 我剛才看到這邊好像是很多衣櫃 客家人很愛漂亮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一些 客家的美化在這裡 所以要邀請到更專業的 導覽老師來為我們介紹 歡迎李大哥 你好 歡迎 讓我來好好的跟你介紹一下 我們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是 林大哥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背景 我們看到後面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包中 台北市怎麼會有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是新竹 新府 藝民廟的縮小版 台北市為什麼會擺這個 因為台北市有許多的 客家族群的鄉親 他是從桃竹苗移民到台北來工作 因此他們當年的地方信仰 針對藝民爺爺這個重慶的信仰 也就跟著他們帶到了台北市來 是 好 但1988年 在台北市辦了一次 防我母語運動 當時桃竹苗的客家人 就把藝民爺爺請上來 我們在台北市辦了第一次的藝民祭 之後到現在30年 每年每年在 在我們以前一開始在農曆7月20號 現在是在10月中旬 會連續舉辦3天 這個信仰是台灣客家族群 特有的信仰 客家人的精神信仰 除了藝民爺以外 還有同樣也被為人知的 三山國王 還不只有客家人才可以祭拜 讓我們派出舒嬅做代表 來聽聽看 他想問三山國王什麼吧 其實我三山國王 以前是三神 但是他後來演變成 不管是婚姻或是感情 或是事業 前途都可以問 那我一定要來誠心地問一下 三山國王 請問 我今年會不會脫單呢 如果會 請給我一個聖筊吧 看到了嗎 是 今年我會脫單 糟糕了 妳為什麼學我用假工技師 這邊是自己私生活的東西 為什麼我拿來這麼做 我起來這樣 不錯 不是 我想說學妳一下 在節目上蒸油 我們看到 到時候妳教到 要請大家吃飯 OK 沒問題 他說了… 三山國王原本是三座山 分別是金山 名山 還有獨山的山神 後來因為十分靈業 而被封為護國公王 想要到廟裡拜拜問事情的話 直角之後也可以按照流程抽個籤詩 來看看舒嬅抽到的籤詩是 命內自然縫大吉 五 好像不錯 妳看這個客家男裝超帥 根本就是韓版的西裝 好好看 查理 妳穿的是Sanning 什麼Sanning 那是小孩子的衣服 妳穿到小孩子 我穿小孩子的衣服 會不會覺得這麼合身 她穿的是對的嗎 穿的是很好看 可是這是少婦 什麼意思 未婚的少女 在穿藍珊的時候 是要把這個花邊給露出來的 所以如果像這樣子的話 是代表什麼 已婚的 妳剛求姻緣妳馬上就結婚了 妳… 不… 她請客了… 我請客 她請客 傳統的客家服飾裡面 以藍珊為主 因為客家人生活的環境裡面 比較單純 我們就就地取材 取大清來取染料來染布 所以我們的衣服 都是以藍色 黑色為主 為主色系 可是要呈現出女孩子 青春薄薄的樣子 就會在袖子這邊 再加上花邊 表示一種青春的感覺 然後也是證明說 我還沒有結婚 然後讓男生可以看到 如果年輕男生看到說 她還沒有結婚 所以妳今年就可以脫單 妳這樣絕對不能親吻 妳可以親吻 我也會親吻 在這裡 你也可以體驗 傳客家嵐山 走在以現場模型 擺放出來的古厝樣貌中 家具的細節 都很有客家風格 來到客家文化園區 當然要學幾句客語 你一定要的 而且聽說妳很厲害 舒嬅還是有客語認證 對 大家知道 客語也是有認證檢定的 我來考考妳… 我考考妳 大家好 台嘎好… 四寶梅 四寶馬 四寶馬 好厲害 還有什麼還有什麼 還有… 為什麼剛剛還有一個就是 妳好 妳好 妳好的話通常在客語裡面 會跟大家就是早安 暗昼 暗昼 考不倒它 這個呢 這個 博公生虛 白宮散虛 四寶馬 這個也滿厲害 那… 那這個… 絲絲 嗯 絲絲 妳確定是對的嗎 因為我們就沒有人 可以告訴我們是錯的 那…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就比較長一點了 施德肥來走的瘦 是… 這… 肥… 吃得胖胖 不是這台語 施德肥來走的 哪裡… 肥來了 哪裡來的聲音 好厲害 是… 是溫大姐 溫大姐妳好 歡迎新船師溫大姐 妳好… 溫大姐剛剛這句正確的客語 完全就像是天籁的聲音一般 很標準 可以再請您再講一次嗎 對 施德肥來走的瘦 我們剛剛這一句 它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其實單看字面 你很難猜對不對 因為它 實德肥來走的瘦 是… 我知道 妳吃很多對不對 來了 然後妳要去走很久… 妳才會瘦身 減肥 所以說 不要吃太多 要去減肥的意思 不要 其實也不太對 對 它正確的答案在後面 我們看看 就在這邊 得不賞絲 這個意思就是說 譬如妳去給人家請客 那個人住在深山裡面 太遠了 妳走了一趟去吃 吃得很飽… 等妳走回來妳已經瘦了 所以說 得不賞絲 逛完室內的展覽空間 我們走出戶外來到主題公園 看到一群人 正在進行客家的傳統習俗 拜伯宮 這個習俗 讓住在附近的居民 每個月在固定的時間 自發性地 會聚集在同一個地方 我說舒嬅 是 他們在拜什麼 拜得好盛大 我們剛做出來之後 看到一群人在圍在自己拜拜 我們來問一下 他們在拜什麼 歡迎引導的是陳大哥 還有張大哥 歡迎 大家歡迎 陳大哥是我們理事長 張大哥是我們創辦理事長 所以想要問一下陳大哥 是 剛剛大家在拜的是什麼神明 我們客家人叫做 伯宮 伯宮也就是一般稱的土地宮 所以我們平常是拜土地宮 但是在客家人來說是拜 伯宮 因為早期都是務農 耕農 是 所以你注意看 每個田地有一段時間 地方就會有一個土地宮 是 那個土地宮早期 是土地宮是最早的神明 也是客家人最虐層的土地宮 每次初一 十五 或者有節慶 豐收 每次我們 像我們這兩天就要收到 叫做收到 我們都會特別 也會祈求一下 順利 順利 國泰彌難這樣子 所以客家人拜這個特別勤 一方面主要是祈求豐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鄉親 大家鄉下割道的時候 耕田的時候 大家不分什麼 一起幫你做 就是你這一塊地 我們大家過來幫忙 下一次幫忙他 族群互相幫忙 然後慶祝豐收的時候 一起辦活動 陳理事長剛提到了 客家務農精神 我們看到在柏宮廟的後方 就有結合環保概念的生態勾曲 平時也有舉辦農村體驗的活動 彼此互相幫忙的情景 很能夠感受到 這客家族群之中的凝聚力 體驗客家文化 接下來要體驗搓湯圓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客家美食達人 秋桂姐 歡迎秋桂姐 而且平常我們大家是 自己在嘗試搓湯圓 很少人可以這樣搖湯圓 所以今天要用搖的方式 去製作這個湯圓 Rona妳說要搖湯圓嗎 搖湯圓是不是很累 還好 不會 我說看資料說有一個繩子 然後這樣弄好久 弄手超酸的 我們這樣吃 我們只有做自己家裡要吃的 不用掛的繩子 所以這自己也可以 大家每個人都可以簡易在家裡 這樣子搖湯圓 所以來體驗一下 老師 今天要用什麼樣的材料 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每一次吃元宵裡面 不是芝麻 就是紅豆 我們今天用一個特別的餡料 高雄六堆的芋頭 特別鬆 特別Q 吃起來很綿密 然後我們就把它當成 今天湯圓的餡料 先把芋泥搓成一個圓球 然後就裹上純的糯米粉 糯米粉 糯米粉 然後把餡料放進去 好 這芋頭丸看起來好像脯圓 做完下去之後 我們就是要把它裹上糯米粉 是 裹上糯米粉之後 我們再把它撈起來沾水 再一層一層地附加下去 做它的外皮 那我們要怎麼弄 然後就紅心協力 一起吃 對 這要默契 好 等一下… 我們完全沒默契 我們是要順勢都還逆時鐘 還是怎麼樣 都可以 都可以是不是 對 你的前後也可以 然後 就讓它可以均勻地裹上糯米粉 這樣默契就出來了 有… 為了吃大家都會和諧 對 老師 我們要怎麼控制 它這個皮的厚度 如果我們自己家裡要吃的話 我們餡料就做大顆一點 然後…裹的麵衣就不會太厚 等一下就吃到皮薄餡多的大湯 那我們要有多一點的韻律 接下來的步驟也很簡單 只要把沾滿糯米粉的元宵 迅速過水之後 再放進糯米粉中繼續搖 我們把其他的餡料再把它加進去 這個大湯就是誰自己喜歡 那開始說要做肉圓 你又做肉圓 可以做那麼大嗎 這樣吃起來會很過癮嗎 會不會爆掉 不會 不會煮到破掉 不會 那我就來試試看 只有做這個才會這樣 外面老闆就不會賣 查理 你也太誇張了吧 如果外面都賣餡料 這麼爆滿的元宵 老闆就會虧錢了 不過這高雄六堆出產的芋頭 實在是太好吃了 查理 怎麼一口 接著一口地在偷吃 查理 你平常在家裡有 出過湯圓嗎 什麼 你…什麼 你家裡有沒有出過湯圓 有沒有 有 有 你嘴巴咬什麼 沒有 沒有 打開了我們看 沒有 沒有 你自己就先吃起來 因為它魚肉料太好吃 它搓的餡料都從嘴巴去 好 不是 越來越小 越搓… 越搓越少 不是 搓完 本來說有幾個 結果都不夠了 沒有 這就是搓元宵的樂趣 大家分工合作 一起看這篩子上的元宵 越搖越大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反覆重複幾次 準備好一鍋熱水 我們就要把元宵下鍋了 這DIY元宵 真的是好玩又簡單 水滾了 我們的元宵 敷起來了 敷起來就是全熟了 好 我的孩子 孩子跑出來… 有沒有 燙燙圓滾滾的 有 它這個外皮 看起來很像石木魚丸的感覺 真的 皮泡泡又咪咪 有 我喜歡 有沒有皮包餡多 朋友喜歡 它的外皮這樣煮下來 它是變成很Q彈的 對 加上我們的餡料是非常滿的 尤其芋頭 它加熱之後又更加地鬆 很軟 超好吃 查理 你要怎麼開始 我的餡子太不穩了 好了 就試試看 開始我吃了 你小心 掉下去 賣力地坐下 要賣力地吃 如何 這孩子好飽 好 剛剛我有偷吃了很多芋頭 我把它吃下去 沒辦法說話 已經沒有辦法說話了 剛剛我吃的芋頭 它已經有芋頭一塊一塊口感 加上這個煮過 加上紅豆湯 因為它好滑 那個香氣都來了 而且還是可以吃到顆粒 對 六堆很厲害 對 而且芋頭 我想不到跟原廂這麼搭 就跟平常吃到的口味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大家非常適合 可以嘗試一下 真的滿特別 是第一次上吃的 在地食材 自己做自己喜歡吃的口味 一走進客庄生活館 專賣客家咖啡的咖啡店 與旁邊的伴手禮區 都可以看到 很有客家風情的裝飾 而再往旁邊走 有好吃的客家美食 要推薦給大家 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我就說的就是這一家超好吃的 光看這個菜市我都已經流口水了 是不是… 對 這邊就是很道地的客家文化的 料理都是在這邊 我們第一道你推薦先吃哪一道 當然就是薑絲大腸 客家菜一定要吃的 如何… 如何 妳是吃到酸美的表情 好酸 妳要配一點飯… 妳再吃一次 但是這個酸是不讓你 就是口中的唾液會分泌那種 會想要吃更多東西的那種酸 果然這一道非常犯規 就是讓你一直吃… 一直加飯的 我來吃吃看 薑絲大腸 大腸 我是大腸人 每一集我都會講我是大腸 我對大腸真的很有研究 你愛大腸 大腸愛我 我愛大腸 人人都是大腸 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 好Q 它大腸處理也非常乾淨 而且這個酸非常地自然 你吃的是吃到酸的香 然後還有大腸的那個盤 很脆 它不只盤 還脆 薑絲大腸 可以說是眾多客家美食裡 代表中的代表了 酸的夠味 可以配上好幾碗飯 還有一道必點的客家小炒 它這邊很厲害的是 我剛才問了主廚他是 老師說他會把瘦的跟肥的 放在一起 妳看這是肥的 他說看起來有點像甜不辣 我剛剛就覺得很好奇 結果我剛才偷吃了一下 吃的表情會變什麼樣 妳來看 我不是中風嗎 怎麼會這麼好吃 一點都不油 妳要不要吃吃看 超Q彈的 因為有些人會怕肥肉 會挑去瘦肉來吃 這樣肥肉你剛才也有說到 它看起來就很像甜不辣 要整塊的這樣 很精緻的肥 不會有太多的油膩 是不是很香對不對 很好吃對不對 很像那種熱的果凍 這一道客家小炒 太讓人驚喜了 而接下來這一道玉米雞 鮮嫩的雞肉 配上油脂剛好的外皮 真的是Q彈好吃 在搭上特製的極醬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 查理 飯都要被你吃光了 妳把它吃完了 都沒了 怎麼辦 好下飯 超下飯 妳也把飯吃完了 沒關係 吃完飯 我們吃湯圓好了 好 湯圓這個 鹹湯圓 韓角色 得冠軍的 得冠軍的湯圓 正宗客家的湯圓 就是這種小小的 我們今天吃的就是正宗的口味 但一定要吃吃看 你會覺得料給得很多嗎 很澎湃 對 來 妳先吃 我喜歡 怎麼樣 因為它的湯頭 其實有點像我們在吃 大米雞的感覺 但它的主食變成是湯圓 而且它的湯圓 非常地綿密 加上它這個 它裡面還有蝦米 還有非常多的韭菜段 還有油蔥酥香 當然還有香菜 而且我發現它真的不油膩 感覺好像很油膩 可是我喝了這個湯 好順口 很清爽的感覺 妳講得沒錯 會得冠軍不是沒有原因 吃了Q彈 這個厲害的湯圓 它還會勾湯 帶著湯汁一起進去到你的嘴巴 真的很好吃 這個厲害 這道冠軍客家鹹湯圓 還有另外一種隱藏版的吃法 把湯浇在飯上 就讓這碗飯成了一碗有飽足感 又順口的湯飯 而最後這間店的招牌 還有酸菜肉片湯 裡頭的酸菜 也是店家自己醃製的 好 等一下 又開始了 再拌 真碗飯 真好好吃 真碗飯又要快吃完了 好餓 吃飽了 差異 謝謝你 推薦我這麼好吃的一間店 是不是 我們都是來真的 不好吃 不會吃這麼多 對 我們今天真的過得很充實 我們去學習怎麼做元宵 對 還逛了客家文化的歷史 對 我們要體驗了 各種各種客家的文化 更多了解 而且還學了一句客家話 對 我們就一起來 用這一句來跟大家說 裝暖聊 Bye Bye 再點一份大腸